四季五十行愿之路系列报道 我们在每一周带您看的是 四季五十年来 有哪些社会观念默默地被改变当中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环保 大家都知道环保的口号叫垃圾变黄金 而其中有一种垃圾是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 那就是塑胶袋 台湾每年要用掉一百八十亿个塑胶袋 这一些物质在大自然中没有办法自然分解 可见得它对环境的危害有多严重 此际回收塑胶袋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 每一个塑胶袋收回来 必须洗干净晒干了 再秤精秤两地去卖钱 卖得的金额其实非常非常地少 二十多年来能够甘愿做欢喜寿 是有着志工一份对腾洗土地的坚持 环保就是要清静在沿途 环保就是与地球共生息 做环保为了我们加孙好 做环保爱可以求 大家做环保爱可以求 开工了 到底是谁这么傻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来这里做全年无休的无几职 谢谢 这是什么材质 这个塑胶都给P1 这个P1花 这是P1 这是P1白 这是P1花的 它会怎么做 这个是P1 这个塑胶区专门处理干的塑胶袋 眼前的志工都已经七八十岁了 这么复杂的分类知识 是谁教的呢 一经来一看了就会知道 哪这么厉害 不要学校来 看了一看就好 这很小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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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厉害 没有 哪有没有厉害 做了就知道 营法志工全靠经验法则 做塑胶袋分配 他们做得很顺手 背后的学问却很值得探究 P1它比较雾 然后PP它比较透 从外观上它就不一样的透 过光性 再来P1的话 你这样子在拉它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延伸 然后咦 这样子 P1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为了便于回收后的载质 粗分大类后 还要根据颜色细分 以P1塑胶袋来说 可分成透明无色或花色这两种 也就是环保志工口中的 P1白或P1花 像这种透明的P1袋的话 它制作回去就是一个 白色的一个栗子 那白色的栗子 它们的应用性会比较广 因为它们可以加各种的色粉 去制作成各式各样 五颜六色的产品 但是如果是像这种 有颜色的P1花 它就只能做出这种 棕色的栗子出来 那棕色的栗子 应用性就比较少 它就只能做花盆的那种器皿 或者是一些比较 不会接触人体的一些东西 根据环保署统计 国人一年使用的塑胶袋 多达180亿个 如果不落石回收再利用 对环境的危害相当大 在网络上搜寻关键字 海龟与塑胶袋 映入眼帘的画面 令人触目惊心 水母跟塑胶袋 在海里漂浮的样子 海龟根本分不出差别 千年不坏的塑胶袋 就这么被海龟傻傻地 当作食物吞了下去 地球上没有出现过 这样子的一种材质 所以导致于很多的一些生物 它没有酵素可以去辨认 这样子的一些结构 它就没有办法去做分解 那埋在那边 只能靠着太阳日晒的方式 靠紫外光 或者是靠物理的硬力 去把它的链结 把它打断掉 那叫做崩解 所以绝大多数 这些塑胶袋 如果没有回收的话 就是进到焚化厂 里面去焚烧 产生二氧化碳 造成温室效应 如果不想让用过的塑胶袋 成为千年不坏的垃圾 就必须落实塑胶袋回收 成队的塑胶袋 全都是从水果公司运来的 为了供应连锁超商 和便利商店现切水果 过程中产生许多塑胶袋 送来环保站后 必须先经过初步的分类 这是保鲜膜 对 它是有延展性的 有伸缩的 这是有胶 这就是垃圾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胶 刮掉 把塑胶袋上的标签 和胶袋撕掉后 下一步就是用回收的雨水 清洗塑胶袋 因为舍不得塑胶袋就这么被当成垃圾 环保志工每天轮流来清洗 为了地球 我们大家都尽量把塑胶袋再重塑使用 这样子 这个冠胶袋想给你改 这个 我们看待会台 待会都在说 看到这个塑胶袋 清洗起来 我们就没污染了 因为我们都轻轻栽源头 就是在捡地球 我们到过去年就都这样做 做环保二十年 不管天气有多冷 怕塑胶袋囤积了会发臭 有时一个人可以洗一个上午 你看我自己做这个防水的裤子 我前面才做好 还有做那个维多多都是防水的 不然的话 上个礼拜洗的 整套都湿搭搭的 赶紧回去换衣服 洗好的塑胶袋 必须晾干一天 干净的塑胶袋 最后再用机器压缩 整落打包好 就可以送交回收厂进行再制 厂商回去之后 它就会把它破碎 破碎完之后 经过融融再制的话 它就可以把它还原成栗子 去做回收再制的使用 这群环保志工 或许不会谈学术大道理 也不会上街头摇起呐喊 他们就这么在社会的角落 默默复出 宁静地推动环保主张 用行动展现他们对地球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